中文字幕 李宗盛 賣雞翼怎會不煮肉 說都沒人相信 我經常跟朋友說 我賣雞翼賣豬肉 做生意多厲害都沒用 最重要是懂得理財 做生意是令我快點的 是賺得大家同根 華哥爸爸在上水由推車 當賣凍肉做起 18歲接手之後 由虧錢做到街市賺錢 做到現在成為北區凍肉龍頭 北區近五成的小餐廳 都有向華哥拿貨 在聯和區街市 人人都叫他凍肉大王 生意做到這麼大 全因為他性格夠霸道 比如說我是老闆 我要你這樣就這樣 我現在要解僱你 希特拉 全部都是自己做事 一定要有自己的圖 一定要跟他做 我是很困難的 亦都很自大 亦都很自信 亦都是好勝 鬥價格 鬥市場的佔友 令到別人沒有生意做 我講盡了 不賺錢都交貨 自在要交貨 自在維持 好味好味 一雙東西賺五元六元 十元一磅雞翼 我曾經追到別人 是十元兩磅雞翼 這個膠袋都已經成毛錢了 撕多兩個膠袋 我就會虧本 那時候就會做到這麼狠 雞翼是一個拳頭貨 因為有人來買了雞翼 後面才是賺的 這個是引人進來的 影響動育盈利的因素很多 供求需求 匯率 關稅 創租等等 要賺到錢 講求眼光 快 狠 準 如果我們在低位入了 就像股票一樣 低位入了 可以的利潛一倍 但也可以 在高位入的 輸一倍都可以 譬如打火鍋要肥牛的 我多數是夏天才賣貨 我能控制到我的生意 我的價錢一定是便宜 我不會買當時的 2013年 華哥的貨多度影響到 旁邊的茶葉檔當主 然後發生增執 被斬七刀 刺到下巴 把刀從這裏出來 就進去 又刺到神經線 又刺了幾下頭 他又再投訴我 我又去問他 我語氣越來越不好 所以便變成仇家 我不要只是被斬完 我亦試過被淋紅油 黑社會恐嚇 斬手斬腳 但之前有很多事 都是這樣的 死都不怕 死都不怕 因為年輕 自從真的要進去 被人進去了 出刀 真的要深切治療 才想想 是否真的錯 我呢 現在就是 我會跟著大市上 你賣貴一點 那我也會賣貴一點 所以儘量留回別人的活口 做吧 你做吧 沒所謂 這不重要的 這樣 我不死得 他是令我 用性命 上了一課 怎樣做人 我是多謝他 做了肉食這麼久 現在很少吃肉 最喜歡 吃素 是一個好隊 來的 全新GadgetGuy隊伍 已經準備走水 想看最新科技資訊 即like GadgetGuy Facebook Page